OBS Tining 這台機器 要在RUN直播又要在OBS直播 這個用途是這樣子 互動的動作有學員的部分 在RUN上面完成它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又同時希望把RUN的畫面丟到FB跟YouTube 這個時候就要做一個動作 首先我們把RUN打開 ZOM打開 ZOM打開之後呢 丟到另外一邊去 要準備兩個螢幕 打開之後開啟新會議 那新會議都會看到就出現了我們的OBS BOOT 口罩一樣有用 RUN IN RUN OUT很方便 然後直接就會跟著你揮個手 欸你好 它就跟著你 那RUN OUT也很準確 那我們現在做好這樣的一個準備動作之後呢 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進行一些修正 好我們這邊點開來 在攝影機視訊這邊點開來 那選擇視訊設定 那你可以把你的背景做一下修正 譬如說我要模糊 各位看一下這就要前景深 以主體為主 讓它變得比較清晰完整 然後有立體感 就是只有你出現而已 那最好後面買個綠布效果會更好 再來你如果覺得要氣氛的話 那我們就來個 背景改變 那這裡是去綠布 這要關掉 要靜色我的視訊 去我的綠布 關掉 那麼你就去San Francisco 這裡呢 是提供你一個應用 這裡好了之後把它全畫面關掉 關掉之後呢 來這邊OBS打開 OBS Studio 就是直播到臉書上面 來用的 好開啟 開啟之後呢 我們開啟一個擷取裝置 開啟一個擷取裝置 那擷取裝置呢 我們要是視訊擷取裝置 視窗擷取 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擷取視窗 那擷取視窗的部分呢 我就選擇 RUN這個東西 好 RUN會議 MICROSOFT RUN會議 這個沒有過來齁 第一個畫視窗 第二個視窗 這個視窗有了 但這個視窗沒有過來呢 在我在其他的平台運作是OK的 你試試看是什麼原因齁 通常這樣選擇 我們這叫做螢幕的擷取直播 擷取螢幕的直播方案 那擷取過來之後呢 通常正常要過來啦 可是它沒有過來的原因 我目前也不太理解 不太理解 可能 OBS這個 古怪的東西 這個軟體 這個軟體 本身就是 開開關關 開開關關 那正常的情況之下 它會直接過來的 好我們 把這個先關掉 我們就舉例 比較好的軟體 來做一下說明齁 那有一個軟體 叫做Live Trimming Studio 這個軟體呢 暫時是有免費軟體可以用 叫做這個軟體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很快的 把畫面整個 做完整的 論會議 以及 臉書 YouTube 全功能的同步直播 這個軟體可以先去下載免費版 如果下載免費版呢 那你用的習慣 用的買意 再付租金就可以了 歡迎拍照 歡迎錄影 請務衛食 好 那我點進去 好 這電腦不太聽話 好 打開之後呢 這電腦八年了 所以 有點老了 好 打開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螢幕截取送到我們這邊來 那我們就直接可以打開它的直播 直播的軟體 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 要用OBS 你就要忍受它的一切 好 各位看到 就是這個 已經過來了 然後我們這邊呢 設定好之後按直播 它就直接出去了 好 Live Trimming Studio 它是付費的軟體 那你可以先下載它的免費版下去學習 OK 我們在花錢租用 好 那以上呢 我們可以讓 這個 OBS boot 直播機器人 會議機器人 讓很多幼稚園做律動的老師 非常的喜歡 那麼 邊走邊跟著你 好不好 那另外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OBS boot裡頭的一些秘辛 它裡頭還存在的一些 軟性的功能 首先呢 OBS boot 它本身有一個軟體 真正在哪 OBS boot的軟體在哪